今天我做三样派对食物 第一样是蘑菇蒜蓉包 第二样是鸡丝沙鱼 第三样是棉花糖脆饼 现在讲讲第一个 蘑菇蒜蓉包 蘑菇蒜蓉包怎么做呢 我找了三种不同的菇 再用牛肝裙 牛肝裙会特别香 炒香了 炒香菇之后 一会儿就会烤一个蒜蓉发包 将菇放在蒜蓉发包上面 当其中一个party food 第二个 沙律 首先我会用鸡肉 醃了 蒸了 拆丝 然后将青瓜切丝 然后 我会加一些 油鱼丝 因为他们今天说 要做一些老味道的东西 所以 我又要加油鱼丝 又会加上 齋燒鵝 沙律醬今天就很特别 沙律醬我会用了 甜的腰果和花生 稍后我会将它混水 然后搅拌它 变成沙律醬 把刚才所说的所有东西搅拌在一起 做一个沙律 最后一个甜品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把甜花糖 弄溶了 然后用两个鸡肉 夹起来 这样就完成了 沙律醬 沙律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